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节目泡给你喝 OK 因为我之前喝了 我是觉得 因为个人口味不同 所以它 我是觉得它有一个味道 但后来你告诉我说 那是山竹皮的味道 是 所以也就表示说 这个山竹汁呢 它是原味的 它是不加香料的 没错 对 其实若是讲真的 若是说你真的不敢喝 山竹汁的时候 你可以加一点番茄酱 颜色一样 然后吃起来完全没有那个味道 加番茄酱 对 那加一点冰块 蛤 加番茄酱 是番茄汁喔 是番茄酱喔 番茄汁喔 番茄汁喔 我讲错了 对 嚇我一跳加番茄酱 加番茄汁 也可以啊 番茄汁 你再加冰块就一样啊 其实就是说 如果说你害怕那个味道的话 你就可以加其他的果汁 对 我重点是觉得很开心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一般喝果汁 他们有时候 厂商就是为了要求 让观众 朋友 大众 然后喝了觉得好喝才会去买 但是这个东西呢 就不是 它是原汁原味 而且它是高亢 好好 你吃厉害的喔 虽然说有丹布的味道 你不说很爱 但是为了健康 为了水 是的 我们就要喝下去 一天30cc嘛 对 要注意不能喝太多 因为怕你太漂亮了 对 好的 我们来去找 侯师傅做健康厨房 好 做健康厨房 欢迎洪师傅 来 王妻你好 洪师傅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看到洪师傅 都这样做笑味 你心情不好的人 看到洪师傅都会很开心 感谢 今天我们要介绍给观众朋友的呢 是一样饭厚甜点 很多人都知道 拔丝地瓜 但是洪师傅怎么做呢 稍后你就知道了 我们先介绍一下食材有哪些 好的 就是地瓜一条 一小碗的白芝麻 然后一小碗的红糖 再来麦芽一大匙 就这样 这个东西 我在牙齿有看到人在买呢 喔 喔喔 这样喔 其实喔 拔丝的东西可以用很多 拔丝 地瓜 拔丝 香蕉 拔丝 苹果 喔 这个 这个是什么 它那个主要你那个气氛做得出来 就拔丝只要那些 掌控它什么 那些味道 那些糖浆 那些控制好色 起来都OK了啦 所以我脑袋又想的是很简单的东西 原来还是要有技术性的 对 再来喔 这个拔丝上一粒 要拔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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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等一下 这个拔丝来后 起来你没有拔丝下去 待会要拔丝就是 是喔 这要记得 那个盘子先抹一点油 才不会整个黏在上面 这样子 这个王琪喔 这个油喔 不太太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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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油太软 油太软喔 这个软 软就是软啦 油太软了 它轻下去了 它这个固固 会整个上 这样 这样 这样软软的感觉 所以你油太软了 油太软了 油太软了 再软了 再软到烧火 外面的皮 就锁了 对吧 那里面 满火炸到一起 像这样 油这个 很高温就对了 对 现在把它靠墙壁 这样过 好 好 好 这炸是个姿势 喔 对 现在 很高温 炸 再来关小火 再关小火 慢慢炸 对 关小火当中 来里面 再轻下去 轻下去 轻下去 如果你都怕油 比较热 你会把油 轻下去 就这样 很简单嘛 可以自己控制 现在 轻轻到里面 你的筷子 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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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像我们就 靠近点就可以了 大概差不多 10分钟 OK 现在 现在 什么情形 现在 什么情形 金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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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已经脆了 有浮起了吗 在上面飘荡 有浮起了 浮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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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把它倒掉了 好 好 起来 好 现在利用这个当中 我们把水 不要太多 水 不要太多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好 再来我们的糖 糖 糖 放下去 你用黄糖 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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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捞到水 再把它捞到 这个黄色 黄色 黄色 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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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浮起了 水 再拿起来 不要黄糖 这样 好 这样 这样 这样就出来了 这样就出来了 OK 这样再来 要把这刷 要浸盐 不用 要浸刷 白糖 还会更鹹 这样 这样 才会有 所以这个也不用太多 所以这个也不用太多 对不对 不用太多 稍微再捞到 好 好 现在 慢慢再加火 不要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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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大火 像大火 它会如何 炒火 好 好 好 我稍微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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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都黏造火 差不多 这样 这样就有了 好 现在放下去 再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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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到 可以放下去 要放下去 才放下去 这样 这样 再来 再来 白芝麻 抢下去 来 再来 抢下去 先去穿五層 好 好 空層 再来 我們剛才這個盤子嘛 這個盤子裡面 我們這個有抹油在裡面 你看 就這樣 直接直接有 這樣拔起來很漂亮 這樣透明 直接一個黏膠裡有 還有白芝麻 黑芝麻 這樣你看 就這樣 這樣簡單嗎 讓它冷一下 讓它冷一下 這樣你看 有牛絲 喔 然後呢 是不是要沾冰水 吃 沒關係要沾冰水 不然不用 就這樣聰明 現在放入空氣 這變溼在這裡 變溼在這裡 牛絲看看 這個牛絲就好 怎麼樣 硬了耶 對啊 就這樣比較 要緊張這個空氣 就鬆鬆切開 所以不用沾更水 應該就沒關係 就在餐廳那邊 就沒關係 對… 冰水煮一碗 就這樣 外 脆 內 內軟 就是這樣 是的 好不然 這像這個西 我們的法國料理有一個電信 這個最好 湯匙把它揉揉揉 揉我一個 好像那種 繡球這樣 把它放在面上 那也是要巴斯 那個西 要有 重點就是在那邊 喔 有有有 OK了 這就是洪師傅今天 叫我們的巴斯地瓜 洪師傅 感謝你囉 不敢不敢 那現在晚餐吃完了嗎 來了 甜點來囉 巴斯地瓜 老婆 你以為那麼晚了 我們都吃飽了 對啊 老婆怎麼沒工作 才能放過你們啊 工作加班那麼辛苦 不要累乏 把這個吃下去 爸爸有體力才能賺錢幫我買玩具 爸爸有體力才能賺錢幫我買玩具 我也要 好 通通有 有 這間 還是要的 麥你 這是和歐 我 吃下去的支援奶 有收到嗎 有耶 這個是好喔 還可以代替我照顧你們健康 有啦 如果你買這種 yet 也套在那裡 你們有 健康 我才能放在外面打電視野啊 身體要哭喔 爸媽,你們起來怎麼沒人家了? 啊,剛才我聽到老婆說 我們現在跟他講話 很辛苦,找人家看 剛才有時候你也要講,你還要講 哈哈 農事不記得 一早有早有種種植物,草荒 要來幫你們補 媳婦,這幾個人都會吃的 這有這麼嚴重嗎? 爸爸,我早就吃好了 現代人的新未來,山竹果汁 山竹果的抗氧能力是各類输果之最 可加強身體抵抗力 山竹果汁,喝出健康,喝出未來 法華園餐廳菜色豐富 給您多果口味精緻健康素食 國際術食教父洪宜蘭為您精緻調理 宴席外匯烹調教學 歡迎來點恰尋 歡迎收看吃喝玩樂 今天我們又來到 梁萌老師的創意廚房 歡迎梁萌老師 大家好,今天要做的是青木瓜拌涼粉 好的,那我們先看一下材料有哪些 青木瓜,涼粉,生薑,辣椒 好的,那那個青木瓜只要半個 就夠了 對,青木瓜 不是啦,因為另外半個在這邊 要醃漬過啦 好的 大家會覺得為什麼 很奇怪,我的青木瓜為什麼有點 裡面有點紅紅的 對,一般來講應該是不會的 對,那其實在此我要呼籲大家 真的是 多買一些災漆裡面 印出來的一些食材 你多吃他們一塊食材 他們都可以過得稍微舒緩一點 也讓他們可以再繼續的 能夠有這個銷售的 重新開始的機會 對 所以說只要你小小一個動作 那其實你就可以拉他們一把 我們不敢說幫他啦,不敢啦 就是說你可以讓他們有機會 重新再跟大家一起 對 其實吃起來的口感也是一樣的嘛 嗯,當然它會有一點 口感會比較軟一點點 會比較軟而已 就有這樣的差別 對,但是我們的做法 稍微給它變化一下 那就OK啦 好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是先把青木瓜切片 然後 用醃漬的 就是用鹽巴稍微把它醃好 對 醃漬一下 對 然後再用水洗過嗎 對 用我們那個水 對 然後呢 這薑絲 因為我這邊有切好的 切好的嫩薑 對 好 我們把嫩薑放在裡面 好 然後這個是涼粉 涼粉 要把它切 對 切一條一條的 喔 小片的 涼粉 那涼粉 我覺得 很爽口耶 有時候吃在 放一些什麼 那叫什麼芝麻醬 是 芝麻醬這樣 沾上去也很好吃 對 然後你還會放辣椒對不對 對 好的 但是因為這個辣椒真的是 粉辣 我來幫忙 拌一下 這個在 拌的當中 要放什麼東西 等一下 我放一點 其實我本來要放那個 就是一些比較 味道重一點點 那我想說 我們這陣子都是 讓味道太重 好 那我們 很簡單 放一些什麼 和風醬 對 我們放回風醬就好了 那如果是說 覺得味道還不夠呢 我們再加一點點 黑醋 黑醋 我們以前喔 阿嬤都會說 黑醋 假的吃過 那頭問就比較黑 對 是真的嗎 我不知道 再借我一下 回去問我阿嬤 看是不是真的 OK 然後加一點點 香油 香油再加一點 加一點糖 香油 對 加一點烏醋 其實我們剛剛 為什麼要這麼 就是比較沈穩的口語 來故意大家都用一些 在一起運出來的食材 因為這樣子 只是稍微 小小的一個動作 然後 可以讓人家 重新站起來的感覺 還滿不賴的 對不對 不要說 想說東西不好 我們就底製都不要買 其實這也是發我們一種 慈悲心的一種方式 沒錯 東西還是可以吃嘛 當然 當然 只是稍微一點點不一樣而已 可是你不覺得這樣 你看喔 雖然它肉 其實它本來是要做熟的木瓜 對 熟木瓜 可是我們覺得說它 外在都是一模一樣啊 你覺得有差嗎 像泡過水的嗎 對啊 好的 好的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把那個 我剛剛有一點 加一點糖 那就把糖拌均勻一點 準備好盤擠 對 這就是拌好就可以吃了 對 因為 青木瓜 這個有一點熟 半熟的木瓜 我剛剛已經有用鹽巴 稍微醃漬過了 對 所以不需要說拌好了之後 再把它這樣子等待多久的時間 再吃不用了 在這裡 我也要跟各位觀眾朋友講說 醃漬的東西是說 你把醃 就是說你還要涼拌過的醃漬品 就是說它軟了以後 那你就可以使用 對 不管它時間是多長或多短 就是說你在醃漬的過程當中 它已經軟掉了 而且它的一些青色味道 通常醃漬的東西就是說 它有點青色 像白蘿蔔 還有一些就是說像小黃瓜 它們都是你吃的時候 是有點青色的味道 但是那醃漬就是 把它青色的東西給砌出 對 重點做到之後就是可以吃了 對 所以不要說醃太久 醃到都暖暖再來吃 不用 要切一切 對嗎 沒有不對 好 楊老師介紹了一系列 很多涼拌的菜 對 因為夏天嘛 對啊 夏天 就是現在秋天當中 秋老虎又那麼熱 對 那秋老虎有那麼涼爽的菜色 你吃 是不是很清爽 來 對啊 尤其我是認為 像這種涼拌的菜 就很適合當開胃菜 尤其就是我常常講的 有時候小朋友做完功課了 然後媽媽還在做菜 所以呢 就可以先給他吃一些這種 因為又有營養 又很開胃的菜 沒錯 就不會吵了 半豆腰啊 半豆腰啊 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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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就漂亮 可以吃了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覺得說 這種 有一點意義的菜 其實它不管它 好不好吃 不管 我們先不管 當然一定要好吃 當然一定要好吃 那這麼有意義的 幾棟的菜 你一定要做喔 是的 我們謝謝楊本老師 今天給我們介紹這一盤 慈悲的涼拌青木瓜 上菜囉 好 舞動心靈 舞動健康 Taco 你好 是的 我叫做Taco 修哥 你好 哈哈 我們今天在為了一個 叫Taco可以笑 因為跳舞真的很難看 所以我們請到我們的VV老師來教我們 歡迎VV老師 歡迎VV老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呢 就是我們手部 就是我們手腕手部的動作 好 來 首先我們先單手右手來 好 來喔 一樣要提臀縮部 推背拉脖子挺好 再來運作我們每個動作 好 來 首先我們把我的手腕用力往上抬 往上壓 往上抬 往上抬 往上壓 對 對 好 來喔 記得我們的手勢呢 我們是疊肢的手勢 所以五指先併攏 到拇指跟中指 靠近 對 好 來喔 我們再一次 手腕上提 下壓 上提 下壓 好 來我們可以雙手搭配運作 手腕上提 下壓 上提 下壓 上提 下壓 好 來喔 我們接下來呢 有另外一個手部動作 好 來喔 大家跟我一起來喔 把雙手舉起來 好 來喔 手心往內 好 來 繞個圓 好 再一次喔 好 來 手心往內 好 來 往內繞 好 來 立掌 手心往內 轉 好 來 還有一個動作喔 好 來 再一次 好 立掌 手心往外 立掌 手心往外 好 來喔 我們把它轉動起來 對了 就是這樣 好 好 來 我們這個動作呢 就是可以雕塑我們手臂的曲線 所以你們多練習呢 這個手臂的線條就會非常的漂亮喔 好 謝謝各位 哇 王綺 手臂有 前手臂有運動到吧 妹妹姐呢 我覺得我的手臂也越漂亮了 謝謝 謝謝 妹妹老師今天教我們這個 手臂會漂亮的動作喔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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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邦老師的國夫廚房 歡迎雷邦老師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打健康的果汁囉 是啊 好棒喔 最喜歡的時間了 對 這個果汁呢其實呢 我覺得非常棒的是說給肉食性的人來講的話 它是非常好的一邊果汁 哇 那我們這個是水梨奇異果汁 我們先看一下食材哪些 水梨 奇異果 東蟲夏草 豆漿 就這麼簡單 你為什麼把它組合在一起啊 因為 其實大家知道水梨的一般的成分喔 就是說什麼 就是夏天啊什麼退火啊什麼的 其實呢 這個水梨裡面有一個成分喔 我覺得是 目前還很多人不知道了 它有一個叫 就是水梨醇這個東西啊 它在分解那個動物性的脂肪 這是那個蛋白質 它有分解的效果 哇 哇 所以再加上奇異果汁 奇異果有很豐富的 水梨醇 吃的會漂亮兮兮 我倒覺得這個果汁喔 可以吃那種 現在很多人晚上不是應酬喝酒嗎 宿醉隔天起來早上喝一杯這個 其實 應該很棒喔 其實我覺得 現在不是那種烤肉串的那種店很多嗎 燒烤店 燒烤店 我覺得燒烤店的老闆啊 你就是有良心的話 來打一杯這樣的果汁給大家喝咧 吃完肉類之後 可以再幫助分解一下 對…分解一些肉食性的東西啊 讓你吃的肉負擔不會太嚴重 真的是太好了 而且我聽那個水果行的老闆跟我說 你挑水梨喔 要挑那個好像皮看起來黃黃的 因為如果皮有點綠綠的話就是還要再放一下 對… 好 那我們開始來動作好不好 好的 這個奇異果樣子有點怪怪的 它是黃金奇異果 喔…對 奇異果有綠色跟黃色的 對… 那剛剛聯盟老師已經用我們超榮陽洗過了 對 所以先把它奇異果削皮 這台又來了 那台… 我最愛的 大家都喜歡的 什麼豆漆都可以打得碎碎的 好 我們這整顆把它丟下去 好 因為它…我們這個馬力那麼強 真的 沒差 跟我們現在在跳那個肚皮舞一樣 馬力很強 好… OK 這個…這個蘋果喔 我是那種嫩梨啦 不是那種一些比較… 皮比較粗的那種水梨 但是一般的水梨也OK啦 那你為什麼要削皮呢 削皮啊… 削皮啊… 削皮就是說一般水梨通常來講的話 皮比較沒有人在吃這個皮 但是你就是要吃皮也OK啊 因為我們的超榮陽已經幫我們解決了 不該有的東西 我可以試試看今天你挑的這個 梨甜不甜 它的甜度是12度 甜喔… 甜喔… 雖然我吃…吃皮一樣 但是可以吃到果肉是甜的 對… 因為我現在買水果都會看它的那個標示成分 它… 它現在水果其實我覺得台灣的一些… 就是說烤具啊… 是越來越嚴格啦 就是說你在賣水果的時候 你甚至要把它甜度的那個成分 都寫在那個販售點的那個地方 所以你… 對… 真的啊… 你有沒有注意到 沒有耶… 我們都是管家在買水果的 都是用人在買 我沒有在買水果 所以我都不知道耶 對… OK…好… 我們速度把它快一點 我們水淋放了 然後呢… 我們加上我們的最重要的東西 什麼東西 冬蟲夏草 太好了 這是養生啦 好…我們的豆漿 豆漿 那我們的… 加一點點… 加一點水 60cc的水 好… 我知道你要加冰塊 來… 加一點… 加一點磚角… 對… 冰角… 好…OK… 也可以顯示說 我們這邊果汁的那個… 這個果汁雞的厲害 它… 連冰塊都… 太厲害的東西了 你看我剛剛看到這一台 喔… 這台我最愛的 又來了 好… 加一點… 加一點… 摸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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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 來… 還在轉耶… 太好了… 這杯… 好… 水梨奇異果汁 來… 送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對不對 哇嗚… 好不好喝 真的好好喝喔 真的喔 觀眾朋友學起來沒有 趕快晚上就打一杯來喝喝看囉 阿姨… 阿姨… 你怎麼站起來沒有我同學了 阿姨… 阿姨… 剛才我聽妳老婆在說啦 我現在又有一張超級會 阿姨… 很辛苦… 阿姨… 我又是家裡別說 你又說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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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下去的資料拿出來 有收到嗎 ? 阿姨… 還可以代替我照顧你們的健康 有啦 你如果買這種也泡一瓶 你們女兒健康 我才放心到外面打拼事業啊 我心裡要工作喔 爸爸 你回來那麼晚了我們都吃飽 對啊 爸爸如果沒工作 才能放過你們啊 工作加班那麼辛苦 不要累吧 把這個吃下去 爸爸有體力才能賺錢幫我買玩具 我也要 好 通通有 現代人的新未來山竹果汁 山竹果的抗氧能力是各類蔬果之醉 可加強身體抵抗力 山竹果汁 喝出健康 喝出未來 媽媽 您起來怎麼沒通知了 啊 啊 剛才我聽你老爸在說 我現在跟他吃虧了 很辛苦啊 十年快 我又是叫你別說 你又說 哈哈 撞不下去了 一早早一早 要來幫你補 媳婦啊 這整個人都會吃的喔 這有吃不吃嗎 爸爸 我知道你都吃好了 吃出美味 實在健康 歡迎收看 實在愛健康 大家好 我是馬妞 我是元凱 好 我來問元凱一個問題 你喝牛奶嗎 喝啊 最近牛奶缺貨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你知道喔 所以很難買啊 還有一件事情 因為天氣真的太熱了 連牛奶都分泌不出來乳汁了 沒錯 乳牛都不生乳汁了 都不生乳汁了 那所以呢 我覺得現在來講 喝牛奶其實好處很多 可是有兩種人喝牛奶呢 就有問題了 比如說有乳糖不耐症的 他會怎麼樣 他就會腹性 喔 對 對 所以我們同學裡面 從小就不喝牛奶 另外還有一種體質 比較異常一點 就是說他喝了牛奶容易便秘的 他也不喝牛奶 因為打不出來 喝牛奶還會便秘喔 這就跟 因為美跟體質不一樣了 那所以很多人就說 根據現代人的健康前提之下 因為牛奶都在早上喝 對 所以早上的第一杯 除了給你營養之外 還要給你膳食纖維 還要給你遠離三高 聽說最近好像這個奶啊 還是植物做的 植物奶 植物奶 其實因為牛奶來講 就像剛剛講 乳糖不耐症的 他就不會喝 因為吃了會拉肚子 那是很難過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牛奶來講是動物性的 動物性的負擔會比較重 比較重 但是負擔重 怎麼重就不是我說的算 我們要請我們的健康達人 來告訴我們好不好 好 來歡迎我們的陳專家 你好 陳專家好 就是說做成跟牛奶的口感相類似 是 用來取代牛奶 所以它稱之為植物奶 是 那裡面還有什麼成分 其實就像剛剛馬劉所提到的 因為動物奶來講 早期人容易營養缺乏 所以動物奶是最好的 對 可是現在大部分都營養過剩 所以喝牛奶反而負擔更重 變成負擔 對 所以植物奶才是最好的選擇 我們最近看了很多的廣告 就像什麼燕麥片 那個是不是類似像植物奶 對 它也是類似植物奶的一種 只是說我們 但是那只是單一 單一的 對 單一配發 因為說真的 為什麼要選擇植物奶 當然我們剛才前提就有提到 就是說避免負擔 然後第二個 最好是能夠同時改善三高 膳食纖維足夠 甚至能夠改善腸味道 這個都是說你選擇植物奶 必須要注意到的一些重點 只是一杯牛奶 這麼大部分 對 好厲害喔 尤其台灣的肥胖兒童 很可怕 很多 將近有六成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的一個 健康概念的前提下 所以有植物奶的誕生 對 所以像你剛才提到 針對於小朋友 像很多過於肥胖 對 甚至說他甚至排便 都出現問題 對 植物奶更是最好的選擇 每天早上讓小朋友 喝一杯植物奶 可以改善他的腸味道 而且他是 低脂肪 零膽固醇 對於小朋友 避免他繼續肥胖下去 也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但是植物奶有什麼營養價值 其實來講 植物奶的配方 當然就可以很多種 然後你可以不同的去調配 是 那當然我最建議的一個配方 是之前某大報 它有一個健康系列報導 它特別強調就是說 燕麥 再加上五穀雜糧 像黃豆 黑豆這些五穀雜糧 芝麻等等這些成分 然後再加上蔬菜精華 這樣的一個黃金組合 能夠有效的穩定血糖 也能夠穩定血壓跟血脂 所以植物奶就不是單一 外面可能植物奶就是植物奶 可能就只是燕麥 但是今天專家講的就是 植物奶裡面加了所謂的五穀 對 五穀雜糧 再加上綜合的蔬菜粉 蔬菜精華 這樣能喝嗎 對啊 味道會不會很怪 不會 對 對 第一 味道會不會很怪 不會 其實它味道還蠻好喝的 味道還蠻好喝 但是就是健康前的 它應該都是抽取裡面的精華 然後再做比例配方 然後調整出來一個非常 好喝的一個口感 對 像我阿嬤已經90歲了 她也喝了好幾年了 真的喔 還有植物奶 它算素食嗎 它也是素食可用 當然就是說 是不是素食全素啦 或半素啦 要看你裡面添加什麼樣的配方 如果說你添加到一些像紅麴 有一些素食者 它就不能吃 喔 就不能吃 紅麴不行 所以就要看裡面的配方 但是都是以植物奶為前提之下 看加了什麼東西 對 所以說 你要看看就是說 你健康的考量在哪些部位 我剛才提到 第一個健康的考量 現代人最重要的就是穩定三高嘛 三高 很可怕 不能偏高 對 不能偏高 三個高都不能高 我們要學歷高 薪水高 對不對 植物別人高 但是我們的什麼血量 血壓 血脂 血糖 絕對不能高 因為一高就會削起來 對 所以我剛才提到就是說 燕麥加上五股雜糧 再加上蔬菜精華 對於穩定三高的幫助就很大 那第二個你必須要考量的 除了剛才講的靈檔或是低脂之外 當然低鈴 低甲 低鈴 也就是說低礦物鹽也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的營養補充品 其實來講它到最後都是造成腎臟的負擔 又是腎臟的負擔 我好害怕 每次講都會講到腎臟 對啊 所以腎臟的保護真的太重要 所以很多人在穩定三高的同時 他沒有照顧好他的腎臟 反而他拼命吃一些保健食品 去穩定他的三高 到最後他的腎臟受損 所以第二個特別建議就是說 你在選擇植物奶 在改善你的三高同時 最好選擇的配方 能夠同時低鈴 低甲 低鈴 避免造成腎臟的過度負擔 這個在很多廠商在做這樣植物奶的時候 是不是會標示在罐裝上 對 會標示嗎 會 它必須要標示 如果標示的你完全連考量都不需要考量 有標示的你還要去做一個比較 所以專家告訴你 如果標示不清的 那個就是來路有點不明的 不用去理它 那當然我們要講就是說 現在植物奶 它不是單純的只有五穀雜糧 跟蔬菜水果 它還針對現代人的一些營養需求 你照顧不到的營養需求 它一次把你加進來 來全方位的 每天一杯 給你營養不給負擔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但我們再告訴你節目的精彩內容 寶寶 寶寶 你回來那麼晚了 我們都吃飽了 對啊 寶寶 寶寶 才能放過你們啊 工作加班那麼辛苦 不要累吧 把這個吃下去 爸爸有體力才能賺錢幫我買玩具 我也要 好 通通有 現代人的新未來 山竹果汁 山竹果的營養能力 是各類蔬果之醉 可加強身體抵抗力 山竹果汁 喝出健康 喝出未來 媽媽 你們起來怎麼沒有通知 啊 剛才我聽到你們老婆在說 我們現在跟他一起吃火 很辛苦 你 十年來看 我又是叫你來說 你又說 哈哈 都走不去 一趟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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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來幫你補 媳婦 這幾個人都會吃到 這有吃過 這有吃過嗎 爸爸我知道你吃得吃好 有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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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代替我照顧你們健康 有啦 你如果買這款也好喝 你們有健康 我才能放在外面打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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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吃過 你回來那麼晚了 我們都吃飽了 對啊 爸爸如果沒工作 才能放過你們啊 工作加班那麼辛苦 不要累吧 把這個吃下去 爸爸有體力才能賺錢 幫我買玩具 我也要 好 通通有 現代人的新未來 山竹果汁 山竹果的抗氧能力 是各類樹果之醉 可加強身體抵抗力 山竹果汁 喝出健康 喝出未來 歡迎回到 實在愛健康 其實我們現代人 因為很講究美食 沒錯 那今天透過節目來講 馬牛跟元凱就是告訴大家 吃也可以吃出健康 吃藥要吃出健康 當然我們不要說真的說 生病是要看醫生 可是我們不要等生病去看醫生吃藥 我們應該從日常生活當中的保養保健 如果說您真的像馬牛跟元凱這麼忙 比如說做料理啊 或者是自己怎麼樣很麻煩 巧果汁啊很麻煩 很麻煩沒關係 節目的資訊你就一定要掌握到 今天我們介紹的是植物奶 對 植物奶對現代人來講 它有很多的優點 剛剛有強調了 穩定三高 穩定三高 然後還有低獎 低鈴 低鈴 避免腎臟的過度負擔 所以可見得植物奶對現代人來講 應該是一個很好很好的 這個養生的 營養補充品 其實很多藥師甚至有跟我提到就是說 他們都會建議消費者 可以靠植物奶來做基礎的保健 基礎 最基礎的一個保健 甚至很多藥師 它這個消費者如果說 他沒有任何疾病 他就會建議消費者靠植物奶 來做身體的保養 如果說 甚至說身體有一些病痛 都可以靠這個植物奶 來做一個基礎的改善 我記得有一年我平學 檢查出來血紅素不足 結果醫生就因為 他說血紅素不足 當然要吃很多東西 但是不能光吃單方嘛 因為吃鐵會便祕 他說你多喝植物奶 因為它有豐富的蛋白質 所以他也建議你喝植物奶 可是以前植物奶好貴喔 對 因為第一點 它的營養成分 它是需要去特別佐養的 萃取 所以我那時候就吃過植物奶 我覺得口感很香 因為就剛剛講有五穀雜糧的香味 現在不是我們吃東西什麼 吃五穀飯 吃雜糧麵包 都是這種健康概念 對 健康概念 好像都要五穀雜糧 除此之外 我想請教一下專家 到底植物奶裡面 還有什麼樣的一些成分配方式 對我們健康是有幫助的 或者是這些成分 對於什麼樣的狀況可以改善 對 我們要先考量您剛才提到的 就是說我們要改善哪些健康狀況 是 那第三個考量最主要就是 之前有一位大學的博士 有特別跟我提到 就是說 人要健康 首先要改善的兩個系統 一個是腸胃道系統 腸胃道 一個是血液循環系統 他說沒有好的腸胃道系統 其實你吃再多的營養品 也沒辦法吸收嘛 沒錯 你都沒有辦法有效吸收利用 所以說腸胃道你沒有改善好 其他一場吃再多的保健食品都沒有用 尤其是人體的免疫系統 也就淋巴系統 腸胃 百分之七八十集中在腸胃道 因為你腸胃道不好 不僅僅營養沒辦法吸收 連你的免疫系統都會受到影響 那為什麼有一陣子感冒流行 都是先從拉肚子 那就是你的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已經壞掉了 所以吃植物奶 是可以從這一方面來做保養的 所以說你必須要選擇 它要有相對應的配方 像剛才提到血液循環系統也很重要 你沒有好的血液循環系統 你吸收的營養成分也無法有效地 運送到身體的主要器官 尤其是中老年人的慢性疾病 一般來講都是從血液循環系統開始發生問題 血液變濃變稠 甚至血栓的形成 都是中老年人慢性疾病的主因 所以我們看看老人家常常喝的一些飲品來講 就不會主動鼓勵他們喝牛奶 反而會喝一些所謂的植物奶 植物奶 然後讓他們就說第一點腸胃健康 還有就是讓因為他們的代謝會變慢 所以就比如說血液裡面會栓塞性 也可以慢慢地這樣解決掉 對 尤其是說對於改善腸胃道來講 這個博士他就有特別跟我建議就是說 益生菌很重要 綜合的益生菌去做整個腸胃道的改善 絕對是有必要的 所以現在植物物奶裡面也會添加益生菌 對 也建議添加益生菌 尤其是建議添加納豆菌 為什麼 這個博士他就特別提到說 他認為納豆菌是改善腸胃道 他認為最好的益生菌 主要原因有三項 對 日本人都吃納豆 配早餐嘛 對 因為益生菌它的生命力比較 納豆菌的生命力比較強 他通過胃酸的比率是一般乳酸菌的一千倍以上 所以加入了納豆菌 對 而且第二個就是說 他可以這個耐胃酸 耐膽鹼 他又可以抑制多種的病原菌 是 他可以抑制常見的像大腸桿菌 沙門式桿菌 四合式菌 金黃色葡萄酒菌還有一些黴菌等等 納豆菌都有抑制的能力 最近不是因為有小朋友 因為沙門感的那個病菌的感染 就是說身體容易 就是說抵抗力會變很差 所以他有加納豆菌會更好 納豆菌它的益菌能力還不錯 而且第三 納豆菌它可以在腸道分泌多種酵素 對身體健康幫助蠻大的 所以這位博士他特別建議就是說 在綜合益生菌的部分 添加納豆菌去補充 那效果非常的不錯 專家 那你這麼一說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喝植物奶 不要喝單方的 對 我們應該負方的 綜合營養素都能夠添加 然後剛才提到的改善血液循環系統 他也建議納豆菌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對 因為剛才兩位有提到 日本人都在吃納豆 所以日本人這個數百年來 被稱為全世界最長壽的民族 主要的原因就是吃納豆 裡面有納豆菌跟納豆雞梅 能夠同時改善腸味道跟血液循環系統 我們也知道納豆好像有股怪的味道 有些人真的吃不下去 我覺得生物科技的進步就是 添加到不知不覺 但是保養幫你做到 就偷偷加在裡面了 而且你直接吃納豆 還有苦力過高的一個問題 痛風人不能吃 對 如果說你是萃取物 萃取納豆菌跟納豆雞梅 他就比較不會有這方面的顧慮 所以基本上植物奶 針對痛風的朋友是可以吃的 對 因為台灣現在有發現到 有很多人都有痛風的問題 對 痛風還蠻嚴重的 不過不是所有的植物奶都可以 你要看它的添加物 它不要添加太多的大豆的一個萃取物在裡面 它通風著吃就沒有問題 那植物奶可以加什麼 而且這樣的配方 剛才提到你添加納豆菌 綜合液生菌 像一些乳酸菌 比菲德氏菌等等 然後再添加納豆雞梅 它就可以同時改善腸味道跟血液循環系統 哇 所以南部的很多藥師 他就形容這樣的配方 真的是 別人一減二個 是莫拉減細菌 嗯 這樣的配方一減二個 是故意等減同衛露 故意等同衛露 可是重一點就是說 植物奶來講來講 就是專家一直說要富方 富方的配方 然後選擇適合你自己需要的 但是要標示得很清楚 像剛剛雪露也可以照顧了 對不對 通了馬上 胃腸也可以照顧 胃腸也可以照顧 還可以添加什麼配方 其他的我們都可以照顧到 當然 我們現在很多人容易有視力方面的問題 現在近視的也很多 老花眼的也很多 那視力保護最好的就是 Routine葉黃素的部分 它可以加葉黃素喔 當然啦也可以添加在這個植物奶裡面 因為它也是植物性的配方啊 天啊 我今天第一次聽到 因為我知道Routine是單別吃的 單一吃的 我不知道可以加到植物奶裡面 你如果說你要吃Routine的單方 是你真的視力有問題的 我強調你的基礎保養做得好 你以後就不需要吃這個單方啊 好 今天我們介紹的植物奶 是爸爸媽媽 大朋友小朋友上班族的您 所有的人都可以吃 而且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每天早上泡一杯OK了 可是要怎麼選擇 因為房間有太多的植物奶了 當然首先不能選擇 就是標示不清的 但是我們要怎麼來選 對我們健康之家的 或我們有什麼樣的需求 可以透過這個標示來講 可以讓我們一目了然 待會再請專家告訴我們 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節目中 爸爸 你回來那麼晚了 我們都吃飽了 對啊 爸爸怎麼沒工作 才能放過你們啊 工作加班那麼辛苦 不要累吧 把這個吃下去 爸爸有體力才能賺錢幫我買玩具 我也要 好 通通有 現代人的新未來山竹果汁 山竹果的燙養能力 是各類輸果之醉 可加強身體抵抗力 山竹果汁 喝出健康 喝出未來 爸爸媽媽 你們站在哪兒去哪兒去哪兒去 剛才我聽了你們老婆在說 我們現在跟他一起去 很辛苦 十年來看 剛才有時候叫你別說 你又說 哈哈 我都走不走 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要來幫你補 媳婦 這幾個人都會吃下去 這有這麼嚴重嗎 爸爸我知道你聽得很好 他讓我來 母親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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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去去的植物奶 有收到嗎 不會 沒關係就好 可以代替我照顧你們的健康 有啦 如果妳要這樣也可以喝 你們有健康 我這樣放心到外面打電視烈 對呀 我現在要哭了 爸爸 你回來那麼晚了我們都吃飽了 對啊 爸爸我沒工作了 才能放過你們啊 工作加班那麼辛苦 不要累吧 把這個吃下去 爸爸有體力才能賺錢幫我買玩具 我也要 好 彤彤有 現代人的新未來山竹果汁 山竹果的抗氧能力是各類输果之醉 可加強身體抵抗力 山竹果汁喝出健康 喝出未來 山竹果汁 歡迎回到 實在愛健康 剛剛在進廣告的時候 我稍微想了一件事情 好像我們也聊了一下 對 我們聊了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現在有很多的老人家 都在著重養生 因為辛苦了一輩子 總覺得老的時 不要甘苦不疼 拖累死死 這是一個概念前提 像我媽媽來講 因為他有吃素 所以我就說植物奶很適合他 對 因為他也換腎洗腎 所以腎功能他有一個是沒有的 另外一個就是靠人家捐腎給他 所以他在吃任何的飲食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那我爸爸來講 因為年紀大了 我怕他三高啊 所以他又適合吃植物奶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強調就是說 植物奶老人家應該做為首選 絕對是 家中不要說老人家 只要有40歲以上的 植物奶都是最好保健的一個首選 因為不管你說疾病現在 遠離疾病最重要就是先遠離三高 對 你要改善你的身體基礎健康狀態 就是先改善你的腸味道跟你的血液循環系統 所以說基於這樣的考量 植物奶尤其是好的一個配方 絕對是現代人的一個健康首選 剛剛我們有講到就是說 喝牛奶會有乳糖不耐症的問題 吃植物奶會有這個問題 不會不會 植物奶它就裡面不含乳糖 所以乳糖不耐症的喝也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像這種植物奶有沒有不能喝的呢 唯一有的就是說 你腎臟發炎的狀態之下 因為植物奶植物性的蛋白 腎臟發炎者它比較不容易分解植物性蛋白 他就可以先不要喝 但是那已經是腎臟發炎 那已經是很嚴重了 其實我覺得所有的人都要喝 其實我們都要喝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就是40 40歲左右 40歲的年齡 而且再加上我們人都是會隨著年齡的增長 機能衰退 機能衰退 所以提前做保養 我們不要衰退到自己想吃不能吃 但是那是人生 那一定來不及了 那時候保養就來不及了 怎麼挑選 剛才提到就是說 它一定要有很明確的配方 能夠去同時穩定傷膏 尤其是穩定血糖 我認為是現代人 預防慢性疾病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對 我突然想到 我媽媽為什麼會吃到植物奶 因為當時 因為這個腎病的人 他不能都有跟糖尿病有關 血糖會偏高 醫生就會建議他喝植物奶 醫生就會建議病患要吃植物奶 不會造成負擔 因為糖尿病其實來講你不容易發現 尤其是國人去驗血糖的比率還不夠高 所以說糖尿病它引發的病發症非常多 太多了 其實你十大死因裡面 國人十大死因裡面 有很多是跟糖尿病引起的 有相關聯 可是它不列為糖尿病 因為它是變成說可能是心臟病發 可能是腎臟病發 可能是其他病發 因為它都是糖尿血糖過高所引起的 所以我認為說現在人健康 真的要特別注意血糖的控制 而好的植物奶配方 它對於控制血糖的幫助就會很大 好的植物奶 那我想請問專家 您所說好的植物奶 可不可以給我們觀眾朋友做建議 怎麼來看怎麼來挑 所以我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第一個它的首選當然是燕麥 加五福雜糧 加素材精華 那你的燕麥的來源 就很重要 它的來源有好的有不好的啊 燕麥還有好壞的 當然啊 有可能是澳洲有機燕麥它就非常的好 所以說如果有認證來源的 那相對之下品質就比較穩定 來源要清楚 而且一定要有認證 廠商要負責任 是 還有呢 同樣的第二個 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你改善腸胃道也是健康的一個核心基礎 所以說它的中和益生菌 最好是能夠添加納豆菌 對腸胃道改善的幫助會更大 嗯 所以老人家來講 腸道的機能都會退化 沒錯 所以呢老人家常常吃不到 吃東西吃不到就一直流浪 嗯 要不然就是上不出來 很痛苦 所以我覺得老人家吃植物奶非常好的原因是 你排便的問題就解決了 你腸胃不會卡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不給你健康的負擔 遠離三高 連血糖都幫你控制了 所以專家建議就是除了早上喝一杯 是不是睡前 什麼時候喝得好 對啊睡前喝一杯是不是也 早上喝一杯是最主要的 真的每一天都建議 其他兩個時間點可以做個參考 一個是下午 如果說你有習慣喝下午茶 你可以改喝植物奶 改喝一杯植物奶下午茶 是嗎 就不要喝茶啦 你就喝植物奶啊 也不會刺激 對啊 而且它因為喝了 它也有相當的一個飽品感 可以避免晚餐吃太多 哎呦這樣也蠻好的 我媽媽都是這樣吃 我還說媽你人生好特別喔 那早上的牛奶怎麼到了晚上 到下午還在吃 這是我的養生方法 就是早上跟下午 尤其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吃宵夜習慣的 最好就是改喝植物奶 宵夜習慣 宵夜習慣就不要再吃一些垃圾食物了 然後就直接喝植物奶 反正喝下去以後也會飽 飽了就想睡了嘛 就想睡了 但是我們建議給觀眾朋友說 不要吃宵夜 最好 但是如果說今天年輕的朋友 您真的不得不吃宵夜 沒關係植物奶喝下去 還有什麼要特別給觀眾朋友建議的呢 當然就是說 植物奶它本身裡面就有燕麥 可是它因為它是粉狀的嘛 所以說有時候喝你會覺得飽足感不夠的話 你也可以添加一些大燕麥片進去 它飽足感可以更增加 然後它對於改善血液循環系統的幫助會更大 所以除了本身植物奶裡面加的成分之外 你可以自己額外加一些 大燕麥片 大燕麥片 好健康好養生喔 好好吃的感覺 好好吃的感覺 我都覺得 其實從現在開始保養 將來吃老了就比較健康了 我都還來得及 我都還來得及 今天非常謝謝專家告訴我們 植物奶 今天當然我們講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都可以 但是我們針對 家裡面有老人一定要喝植物奶 最健康了好不好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吃出美味 實在健康 實在愛健康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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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